提名道姓 再说到我家的行头作品上 从一去头一两趟 毕竟你一个是刚上门的 新女性 有些个方法上你没有做法 从这个事情来讲 在你的工作上 你任何工作没有 任由你耍 整天就是这么浪浪工资 我也不否认您的一些灰测 或者说您的判断 那么下面我就想跟您聊一下 如果说您这么自信 觉得您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是呢 您有没有考虑到自己 对于女儿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比如说您提建议的方式 您不是正向的去引导 您是在负面的在施压 您用这样一个负面的 一个做法去给女儿施压 其实您恰恰会让她 不能很理性的去做出决定 就比如说 婚礼对于一个女人来讲 对于她的一生当中 是一件绝对的大事 而您作为她的父亲 作为她人生中 这么重要的一个人 您选择了用缺席 来表达自己 对于她这段婚姻的不满 您知道您在她人生当中的 这样的一个缺位 对于她带来了一个 多大的伤痛吗 这可以说 又给她的心理 造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因为您要知道 从我们国家的法律来讲 每个人她都有自由选择 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权利 而且这是最基本的人权 您的女儿 她可以选择要不要结婚 以及选择和谁去结婚 那么您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不参加她婚礼的方式 您只是发泄了自己的情绪 到头来呢 她还是结婚了 您没有达到您的目标 反而让你们妇女的关系越来越糟 其实有些年轻人 有些事情 她要自己去经历的 您再一味地用这样一个 负面的压力强加于她 可能会造成她的一个逆反 而不是让她顺从 所以您可以在这一方面 我们在这里